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 我们的课程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什么命令呢 我们的什么命令 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就是连接 就是创建连接文件 创建连接文件 那这个呢也会去用到的 也会去用到 那么LN叫LN 创建连接文件 创建 创建 连接文件 那么什么叫创建连接文件呢 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用过 我们Windows的快捷 快捷方式没有 就是一个文件 做成一个快捷方式过后 操作这个快捷方式 是不是就等待 去操作这个文件呀 就等待去操作这个文件 然后给大家看看 然后给大家看看 信尔 我到信尔里面去操作 信尔里面操作 那这里面呢 有一些工程 工程咱们就 我就MacDR 创建个work MacDR MacDR 我不在信尔里面 我在work里面 因为这个 太乱了 外面太乱了 我在work里面 好 work里面呢 干嘛呢 比如说我现在touch 回归一下touch 创建一个A.TT A.TT文件 那么现在呢 这个A.TT CAT是查看A.TT内容 是什么都没有 那这时候呢 我想通过管道的方式 往里面输点 通过重新校的方式 ECO 打一个出称 比如说 123456 那么这时候呢 干嘛呢 往这个A.TT 输点东西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双击打开A.TT 双击打开A.TT 也可以 这样呢 我们再来查看 A.TT的内容 是有什么呢 有的 是123456 这是一种方式 可以查看 还有一种方式 怎么查看呢 就是 还有就是 Ubantusa的文本编辑器 叫GitData GitData 那么A.TT 它呢 也可以打开 你看到没有 它就是弹出来 就是文本编辑器这种 好像这个文本编辑器 是可以显示行号的 我记得 显示行号的 这就是 主要这是行号 这是第一行号 不是1 这是第一行号 这是第一行 OK 那么这样也可以通过命令去打开它 也可以通过命令去打开它 OK 那现在呢 创建什么呢 创建连接文件 创建连接文件 那创建连接文件是什么呢 是LN LN LN 那创建连接文件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创建硬连接和创建软连接 创建硬连接和创建软连接 创建硬连接 硬连接 还有呢 创建软连接 创建软连接 那我先看创建软连接吧 创建软连接 还有呢 创建硬连接 创建什么 硬连接 硬连接 好了 那么创建软连接怎么创建呢 是这样的 是LN 一样的 LN LN 那么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杠S 杠S 杠S就是soft的缩写 soft的缩写 软连接 杠S 这就是软连接 软连接 这就是原文件名字 原文件 原文件 那后面呢 就是连接文件名 连接文件 文件名 那么 我要把A做成 把A做成个软连接 B.TT 那么这就是A.TT 这是原 这是连接文件名 一定要注意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呢 我想把A.TT 做个连接 比如说LN LN-S A.TT 这是原 那做成一个什么 B B 做成一个B.TT B.TT 那么这时候呢 敲回车 敲回车 这时候呢 这时候生成了一个文件 叫B.TT 你看LS 杠L去看一下 查看一下 那么他这个 你看到没有 大家留一下 你看这儿 我们的文件名呢 是A.TT A.TT 我们的连接文件名呢 叫B.TT 因为我刚才执行了 这条命令 执行了这条命令 注意伙伴们 那执行这条命令过后 我们去用LS 4-L去查 看到的时候 看到没有 A就是一个普普通的文件 那么B呢 你看到没有 它就是一个L 连接文件 连接文件 那么这个连接文件呢 它是怎么连接 是B.TT 连接的 随了 连接A.TT 你看到没有 它也指向的 这是说得很清楚的 就是说我们将来看到 有带箭头的 表示这是一个什么呢 连接文件 它连接的是 属于原文件 就是它好 一定要注意 这个呢 就是连接文件 软连接 软连接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看一下 我敲的这个命令 一定要看一下 我敲的这个命令 那么它有什么特点了 软连接 它有什么特点了 我给大家看看 一般别人会问到 问到你的软连接 和硬连接的区别 那么接下来 给大家看看软连接 那这时候 这时候我就看 哪个特点去了 那么这是连接文件 这个是连接文件 这是A点贴梯 那么现在呢 我的A点贴梯 是有12356 那么我看一下 B点贴梯有没有呢 B点贴梯有没有呢 你看 也有12356 看到没有 12356 也有12356 那这时候 我通过B点贴梯 去更改B点贴梯内容 加个7890 78910 789 789 给它输到哪 输到B点贴梯 那这时候 我们看看 A有没有内容呢 A点贴梯有没有内容呢 看看 那么A里面呢 是7890 主要我这个位置 我这个位置 是把这个数价 输到的是B点贴梯 明明我输到B点贴梯 怎么A点贴梯也有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连接 操作A 就等价于操作B 那操作B呢 也等价于操作A 那么这就叫连接文件 连接文件 操作任何一方 它特点就是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Eco 注意啊 比如说 Eco 我操作A 你看 我操作A 再来一行是ABCDE 这个输到哪去 输到我的A点贴梯里面 你看我操作A点贴梯 那这时候你去看B点贴梯 B点贴梯 B点贴梯 你看 里面也有A点贴梯 就是说同步的 同步的 A点贴梯和B点贴梯 一定要注意 说特点是什么呢 特点 特点 特点是什么 原文件 原文件 原文件就是原文件 注意 别文件 和目标 目标文件 目标文件 时刻同步的 时刻 时刻同步 时刻同步 一定要注意 那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加速 我们来看看 你看一下 这个是干啥的 这个看一下 接下来两个要干啥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A删掉 remove A点贴梯 A点贴梯 我把A点贴梯 删掉 把原文件删掉 原文件删掉 那这时候呢 我们删掉 删掉过后呢 我们再看看 你看 这个连接就变成 这种红色的了 本身 B点贴梯 是连接A点贴梯 你结果把原文件删掉了 结果把原文件删掉了 这时候你去看一下 什么呢 看一下 B点贴梯 B点贴梯 看有没有东西 是没有那个目标 你看到没有 它是找不到那个目标了 也就是说 软连接 软连接 一旦 删除 删除 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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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目标 就是 怎么叫目标文件 原文件和连接文件 连接文件 一旦删除原文件 那么 那么 连接文件 将不可用 将不可用 如果 删除的是 连接文件 那么原文件是可用的 原文件 是可用的 可用的 这一定要注意 就是删除原文件 目标文件是用不了 删除原文件 目标文件是用不了 删除原文件 连接文件用不了 连接文件用不了 但是删除 连接文件 那么原文件 是可用的 如果删除的是 连接文件 连接文件 那么原文件 是可用的 原文件是可用的 就相当于 你创建了一个快捷键 比如说这个 b.t就是在快捷键 你删除快捷键 那原文件 是可用 但是你把原文件 删了 快捷键是不好使 希望这个理解 对这个 这一定要理解一下 理解一下 一定要注意 好了 那么这个软连接 理解的 给两个 扣个1 扣个1 软连接 给两个 理解扣个1 超级 你连接写错了 你这个b.tt b.t怎么是普通文件 它根本就不是 连接文件 你仔细检查一下 你的那个连接 连接命令 写对了 是不是这样写的 ln 别写上其他 其他了 还有那个b.tt 是不能事先存在的 不能事先存在 命令要写对 命令要写对 你别命令没写对 你问我 为啥不显示这个 你看嘛 你看你这个命令里面 你自己看一下 你这个命令里面 明明它这显示的是什么 明明这显示的是什么 普通文件呢 横杠横杠 这是普普通通的文件 普普通通的文件 你按照我的命令 就没加 OK 所以说你看 要细心细心 好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运连接 运连接 那么如何去创建 运连接 就是说 别人问到底 软连接和 运连接的区别是啥 那么这个特点 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那么运连接就是什么 就是ln ln 什么呢 原文件名字 没有s 这就是原文件名字 和连接文件名 就是原文件名字 和连接文件名 那么这个就叫什么 什么呢 运连接 注意 软连接呢 它就是相当于 是这个快捷键 就是一个快捷 那么运连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运连接它是什么呢 它就不是快捷那么简单了 运连接 remove b.tt 好了 好了 那这里面 啥也没有 我再去创建一个tach 创建个a.tt a.tt 那创建a.tt 过后呢 我往里面输入东西 输入东西什么 12345 输入个 输入个 输入个东西在里面 然后呢 a.tt 这时候敲回车 这回车这里面 a.tt呢 里面就有 应该有内容了 好 那这时候呢 我去创建一个什么呢 创建一个印连接 创建一个印连接 那创建印连接是ln 什么都不加 a. 不加s了 这是个b.tt 那这时候呢 你看到没有 这时候就有两个文件 它就是普普通通的两个文件 那么ls ls 你再看一下 列表 列表 那么这就是 你看它没有写连接文件 没有写连接文件 它就是个普普通的文件 就像超级的显示 就是这个 就是普普通的文件 那么这时候 我们去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b.tt 它内容过去没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过去了的 过去了的 一定要注意 这个内容是过去了的 这就是印连接 印连接 注意 它内容是同步的 那么印连接 说白就是两个普通的文件 只是在这两个普通文件之间 数据能够时刻同步 时刻同步 时刻同步 注意一下 印连接不是快件 印连接不是快件 印连接 印连接就说白 就生成一个b.tt 就是一个普普通文件 它这个文件 和我们的a.tt 它只是保证了 保证了时时刻同步 那么什么叫时时刻同步 你看一下 我现在给什么呢 给 往什么呢 往 往我们的 嗯 6789 6789输到哪 输到b.tt b.tt 那这时候我们去看a.tt a.tt有没有呢 是不是有的 6789 那么我往这个eco 我往来个什么 abcde 这时候输到什么呢 输到a.tt里面 a.tt里面 你去看什么呢 你去看什么呢 b.tt b.tt 它也有的 看到没有 它是保持同步的 它是保持同步的 这要注意 它这是保持同步的 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它的特点了 特点 特点 那么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特点 特点是什么呢 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 第一个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原文件和连接文件 时刻同步 这是时刻同步 时刻同步 来看看 那既然是时刻同步 那我再看下一个验证 下一个验证 下一个验证是什么 就是说 我把其中一个文件删掉 a.tt删掉 你看一下 删掉过后 我们再看看 查看一下 b.tt有没有内容呢 可不可以查看了 是可以查看的 说另外一个文件是删除什么呢 删除什么呢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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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件 或 连接文件都不会影响 对付另外一个文件 或 或 连接文件都不会 都不会影响 影响什么 影响 另一个 未被删除的文件 你得注意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印连接 印连接 印连接说白 就是两个普普通通的文件 只是它们普普通通的文件 能够达到时刻同步 还能够达到时刻同步 好了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连接 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这个连接文件 连接文件 我们的这个连接